最近国产的SUV新车是真的够多 这其中有一款车你必须得看一看 那就是此前非常受关注的全新的长安欧上X5 这台车目前已经在工信部正式申报 有很多的信息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长安欧上X5的外观跟此前车展上的几乎一模一样 比例协调 造型动感 尤其是有点酷似马沙拉蒂的六边型大嘴 以及分体式的大灯都非常有运动感 相比于同门的大哥欧上X7 X5明显具有更和谐的身姿和更潮的清纯气息 欧上X5车长有4490毫米 宽度1860 轴距2710毫米 尺寸虽然不算大 但宽度和轴距的表现很棒 另外X5的动力也值得关注 欧上X5在工信部申报了两种动力 一款是94千瓦的1.647发动机 而另一款则是132千瓦的1.5T发动机 从欧上X5整体的配置以及欧上X7的定价来推断 该车的起售价格很有可能会在6到7万这个级别 虽然X5也有一些弊端 但无论是其颜值 内饰 尺寸 在同级的车型甚至是跨级的车型当中都是有优势的 如果对动力要求不高 那么1.6自吸的版本就够用 7万左右的价格买一台这样的车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对欧上X5感兴趣 不妨去关注一下